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,准公共化托育政策8月1日上路,却引发右宝界反弹,右脚团体状告公平会,指控新政策涉及联合垄断,立法院国民党团今要求停止实施,做好全面规划、沟通,再严密上路。 国民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表示,据教育部统计,全国共有6323家幼儿园,其中公立有2041家,私立有4282家,私幼占全国幼儿园比例高达68%,4000多家幼儿园已经串联抵制,因为加入准公共化托育,必须降低收入,提高教师薪资, 但私幼不向非盈利幼儿园有来自政府补助,倘若依照新政策,未来将导致入不敷出。 曾明宗强调,全台幼儿园一致决定不加入新政,托育制度面临全面抵制,已经无法继续执行,他要求行政院,赶紧悬崖了马,不要再硬傲了。 国民党团副书记长许舒华指出,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台南推出的斯托公共化政策一年,在台南也只有9家,7成左右的业者不参加持观望态度,这代表政策还不够成熟,中央却强推新政,把原本政府有责任照顾儿童的责任。 强扣在业者身上,国民党团副书记长蒋万安表示,未能充分沟通,也没有详细规划的托育政策,让家长找不到保姆,保姆拿不到该有的薪资,私有业者成本增加,甚至没有完备稽查机制,维护斯托公化品质,恐将导致一些维持不了的私立幼儿园,为了取得政府补助,牺牲了斯托品质。 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说,党团7月底以预测托育新政没有召开任何公厅会,没有任何详细规划下仓促上路,将会导致失败。 现在业者状告公平会,导致家长、业者、保姆三叔,应立即停止托育新政,如果行政院仍旧一意孤行,党团将会在新会期开议之后,提出法案要求停止实施。